6月29日,为期一周的第五期民建中央企业家培训班,在京圆满结束并举行节夜市。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世杰,出席结夜市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刘海复,代表中央统战部干部培训中心,在结夜市上致辞,民建会员培训中心主任王慧坚主持结夜市,李世杰在讲话中强调, 作为参政党,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要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必修科和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要全面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深刻理解十九大主题及主要成果,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深刻理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深刻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 深刻理解坚定不宜推进全面从严知党,最重要的就是要全面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动党和国,加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李师杰指出,我们举办第五期民建中央企业家培训班,就是要认真深入学习贯测,中国十九大精神,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明星距离,发愤,出调,展现新风貌,谋划新作为。 他希望各位会员企业家继承和发扬民建的优良传统,劳结民建会员的责任和使命,把企业的发展壮大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 被解决就业,服务民生,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度贡献,要在经营企业和履职谨责的过程中牢记政治使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牢牢守住法律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和人格底线, 要把培训班作为一个提升素质的平台,曾经了解的桥梁,加深有益的纽带。 第五期民建中央企业家培训班由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与民建会员培训中心,中央统战部各部培训中心共同主办, 邀请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商务部,北京市工上联,知识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 为要认真学习观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统战思想。 关于新时代,新矛盾与供给测改革,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分析解读, 六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精神解读, 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等主题展开教学, 培训期间还组织全体学员当面建中央机关,参观民间会时展示, 和孙晴梦同志生平展。 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企业家会员们提高了政治理论素养, 加深了对国家政策信息的掌握,提升了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式的了解, 学习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新知识新本领, 同时也在共同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接下来深厚的留意, 培训班受到了民进企业家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